是我们这个全球现场时间了 近来乌军在东北部反攻持续 传出了捷报 战役到现在已经迈入地200天 总统泽伦斯基发表演说的时候还提到 已经从俄军的手中夺回了哈尔科夫的19母 此外呢近来推特还流传了一张 俄国高阶将领被捕的画面 堪称是二战以来该国最高级别的被俘军官 现在俄乌战争依旧是持续 不过近期刚刚告诉过您了乌军的捷报不断 最新战况还指出已经收复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坚定盟友 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卡迪罗夫 11号这天在个人的社群平台说 对俄军连连战败他感到十分的不满 痛批俄国的国防部战略失误 也没有向大家解释为何撤退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车臣的领导人卡迪罗夫已经派遣了上千名的车臣军人加入战事 是普丁忠诚的盟友 如今他成为第一个公开批评俄军的高阶官员 更表示不排除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来谈谈 至于对于乌军在乌东还有乌南取得重大的反攻 克里姆林宫首度做出了回应 发言人说了特殊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的进行 直到俄罗斯达成目标为止 北京当局已经宣布了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4到16号 对哈萨克还有乌兹别克进行国事访问 好预料呢习近平将会借这个场合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还有印度总理莫迪等等举行双边的元首峰会 刚好现在呢 俄罗斯在俄乌战场面临乌克兰反攻 还有印度的立场持续摇摆之际 中俄印等元首互动 现在也备受国际间的关注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俄乌战争开打 其实都已经200多天了 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进来 是不断传出了捷报 夺回了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了 目前俄罗斯占领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是比乌军收复的土地多很多 不过目前俄军恐怕是短程的炮弹不足 只能够远程作战 至于这个战争何时才能够走到尽头呢 郭正亮说目前还看不到 俄罗斯设下的战争结束点 那基本上 事实上俄罗斯占领的总面积是13万平方公里 所以3000平方公里其实还是只有 只有一点点 就这样 那我觉得 当然你如果从武器上 为什么会犯 就是有这样大的挫败 俄罗斯的短程火炮 包括火箭跟炮弹 不足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用远程的还有空袭来做报复 那我认为事实上还有战略跟战术上的问题了 就是说你俄罗斯到底要打到哪里算结束啊 是啊 因为你如果说你的乌东两个共和国跟赫尔松 是就是占领区你要好好治理嘛 然后要让当地老百姓 脱公民投票 然后独立了或者并入俄罗斯 那你照理讲就应该以此为准啊 那其他地方都要撤军嘛 那为什么你占领哈尔克夫 你占领哈尔克夫跟195根本没有正当性啊 而且你把战线拉那么长要干什么 这样的玩法 就会变得很奇怪了 所以你俄罗斯到底 因为我们打任何战争 你都要设下你的结束点嘛 你又没有要打基辅 又没有要占领整个乌克兰 那请问你打到哪里算四个结束啊 我觉得他现在给人家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一个结束点 可是你就会开始让人家觉得 什么时候四个结束啊 是啊 就会变成这样 打得没完没了 还有另外一个我认为是更严重的 他对于他的占领区 所成立的政府啊 那发生了大量的暗杀行动 所以使得本来愿意跟他合作的乌克兰人 现在开始害怕 然后开始认为说 我虽然支持你来把我打下来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 那你不告诉老百姓说 哪一天这个战争要结束 那我在你的占领区下面 那我是要干嘛 我就整天在那边担心受怕 比战争前还要可怕 变成这样啊 所以我认为他这些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有的就是政治问题了 对 因为如果是军事还是有政治的部分 就是你的逻辑要一致嘛 不然你就会造成 你就会造成你的战线拉太长了 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蜡7